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要结婚了 你至于反应这么大吗 我今天就是来通知你的 要当伴娘了 我之前没听你说过呀 塔塔 你该不会是 怀孕了吧 瞎说霸道什么呀你 我连你男朋友是谁我都不知道 一上来你就跟我说你要结婚了 换做是你 你能淡定接受啊 你赶紧给我从事召来 新郎是谁 暂时保密 来了你就知道了 这周六晚上我安排了一个单身派对 我约了很多老朋友过来 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哦 好啊 我一定去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 好啊 林师傅 你又把车停下来 小孩怎么玩 谁家孩子还在这玩啊 都在家打游戏呢 也是啊 你跟那孩子啊都玩游戏呢 就是 可以啊 这行动都换了啊 最新最流行的都被你淘汰了啊 都是程朗给我弄的 我跟他说呀 我现在这儿上烫多的人不多了 你钱的够用 他说不行 现在都要跟上潮流了 你以前那些东西在说 都老化了 不安全了 哎呀 人家现在工作这么好 你就应该在家想亲服务 他能闲得住吗你说 听说程朗那公司可好了 好多年轻人都在他们网站上买东西 我就一直在想吧 这网站上怎么买东西啊 我要是不满意我找谁去啊 是可以退的 我上次让我们家小局购买东西 都可以退 我 我说呢 我说你怎么还会网买东西呢 看你们俩都老土了吧 是 像我这样的人都快跟不上了 是不是 哎 你还记得那个老王吗 嗯 就街对面的那个 比咱们大不了几岁 人家现在都抱孙子了 你看看咱们 哎 你说啊 我们家小局吧 你每一次问他结婚的事 他都给你打哈哈 然后说 心里有数心里有数 哎 一样都一样不让管 你说咱们这岁数了 那不让管 那咱们也操心啊 不就这点事吗 着急 虽然我们家十一不说这些事吧 但我估计他是有 哎 你们都是男孩子 拖两年也没关系 坑我们家小局 那就不行了 你说 再拖两年 都成老姑娘 我也是着急我们家成朗啊 你说这每次回来啊 不是睡觉就是打游戏的 没时间问一包怎么问 那就别问 好人烦吗 哎 你们家成朗 什么时候休息啊 小经理好 早 小经理早 早 小经理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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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澳大利亚的问题解决得不错 也就是你遇上这样的问题 能够临危不乱 我们公司有你真的是我的福气啊 您可别光嘴上说说 要不来点实际的 放心 少不了你的 接下来公司计划开设个人高端友 我们接到的第一笔订单 人家指名让你带 指名让我带 对 所以你要把你的真本事都给我拿出来 这一单如果成了 除了你该拿到的 我个人再给你包个大大的红包 没问题 老板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今年公司的总体业额相较于前年 翻了五倍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 可以为自己过鼓掌 鼓掌棒 大家可以看出来 网购在未来它一定是个大趋势 尤其是咱们现在所有的项目 面向的还都是企业 如果说我们把这些产品 直接面向消费者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咱们争取啊 在不远的未来 让所有人 都来咱们的网络平台上 逛街 购物 消费 你好 猫猪 喂 妈 什么事啊 我跟你说啊 你今天晚上回家吃饭 你别跟我说今天有安排啊 你今天要是不回家吃饭啊 以后啊 你就别回家了 我又没说不回来 对不对 早点回来啊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下班就回家 怎么会突然打电话 叫我回家吃饭啊 早点回家吃饭 搞什么很大 这个 这 这个 好 夏家树 夏家树 都高三了还看电视呢 一边去 那边有位置吗 我就要坐这儿 我就不让 不让是吧 你别后悔我给你讲 妈 看看你的夏家树 夏家树 你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学习不能走点事啊 这就叫做风水轮流转 出来混呢 总是要还的 你干吗混他啊你 姐 这不是你那同学吗 本周上网歌手 唱作型音乐人黄俊 上网歌曲 激荡青春 不认识 不可能 他和十一哥哥 还来过咱们家找你玩呢 找得那么没特点 谁认识他呀 真是替秋了桃以前的眼光着急 不知道谁没眼光 到现在都没找着对象 你吗 你 谢谢姐 谢谢 谢谢啊 小军 过来帮我尝尝这个汤子咸蛋 来了吗 小心点 来 来 尝尝 小叔啊 又欺负姐姐了吧 爸 你又偏心他 他欺负我 怎么样 好喝吗 不用再加烟了啊 好喝好 我妈今天做这么多菜 可能四个人吃不完吧 能吃完 还有人来呢 谁啊 有人来了 快快 家叔 我让你去你就去嘛 人还得飞着我去 快点 来啦 来啦 家叔 成老哥哥 夏叔 成老 你怎么来了 来 王夏 你陪成老喝点 夏叔那个 我今天开车喝不了酒 开车了啊 行行行 那就别喝了 别喝了 家叔 我们拿点饮料 谢谢家叔 不客气 都有了 都有了 成老 吃菜 吃菜啊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阿姨 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随便准备那些菜 你别客气啊 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啊 好 多吃 多吃 小菊 光知道自己吃 也不说给成老加点菜 妈 成老是自己人 你自己夹菜啊 这孩子 人家成老多久没上咱家来了 平时你也不说主动邀请人家成老 上咱家吃饭 当年你高考的时候 要不是人家成老帮你补课 你能考上大学吗 对啊 就是 千万不要客气啊 谢谢阿姨 我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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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啊 只要你想吃什么好吃的 就给阿姨打个电话 阿姨啊 就喜欢做吃的 那我就先谢谢阿姨了 别客气 你哪有什么喜欢做的 中国就没给咱俩做来吃 您这也还没看明白 我妈这是给你找女婿呢 知道了吗 你们俩倒过水了呢 没有 行行行行行 成老啊 多吃点啊 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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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开车 开什么车啊 那你在单位什么职位 您薪多少 爸 您是问这些干什么呀 吃饭 我算你关心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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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老 你看 你现在也不小了 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什么打算 成家立业嘛 你现在事业发展得这么好 妈 成家的事 我 妈 您刚还让爸别说了 您还一直说 不说了不说了 妈 别介意啊 不介意不介意不介意 没事没事 我和你叔叔这不是关心你吗 吃吃吃吃吃 快吃快吃 吃完了 待会儿 让小菊带你出去逛逛 是啊 逛逛逛逛 他又不是外人 而且他从小在这儿长大 这有什么好逛的呀 人家成朗这些年 竟忙着事业了 哪像你呀成天地捣咕着吃喝玩乐 成朗 现在江州啊变化可大了 是吗 他都了解 一会儿啊 你让他陪你出去逛逛啊 行啊 好好好 小菊 咱俩吃快点 一会儿陪我出去逛逛 好好好逛逛逛 对 好好好 你们出去逛逛一会儿 吃菜吃菜吃菜 吃菜 吃菜 吃菜阿姨 我敬你们一个 好来来来 一会儿常来啊 常来常来 常来常来 吃菜 不好意思啊 我妈这又不知道抽的是什么风 阿姨也是一片好心 没事 我妈突然夺命令汉口让我马上赶回来 我还约出什么事了呢 你说 你妈跟我妈 不会认为咱俩是一对吧 所以故意串通了这个饭局 这么一想 好像有可能啊 上车 你说我妈这是瞎点什么鸳鸯谱啊 你笑什么呀 你笑什么呀 笑一句同学 不会是你对我还没有死心 做了什么事让你妈误会了吧 瞎说什么呢 我早就对你死心了好不好 也是啊 你的心啊 跟着某人飘洋过海 去大洋的彼岸喽 你别跟我提陆十一了 我有说陆十一这三个字吗 咱们班出国的同学有很多吧 你 行了 不动你了 小菊 这几年 你没交个男朋友啊 让叔叔阿姨着急成这样 试着谈的两个 觉得挺没意思 我听说 十一马上要带回江州了 那 挺好的呀 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他出去这么多年 早该回来了 那你还喜欢他吗 现在说这些 也没什么意思了 生活嘛 总是得往前看的 说不定 他现在跟沈多已经分开了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即使他已经跟沈多分开了 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过我 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但至少争取过呀 就算结果不尽人意 也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小菊 我希望你能够幸福 成郎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都变了 或许他早就有女朋友了 谈婚论嫁了呢 倒是你啊 这么着急地把我推出去 是不是嫌弃跟我一起 背乱点鸳鸯谱啊 对啊 对啊 你说你这么能吃 万一真赖上我了 我马上就要变穷光蛋了 怎么了 怎么 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 一直不敢告诉你 什么事 能把你为难成这样 说出来听听 看看能不能难到我 你又结婚了 是吗 挺好的呀 你们俩这么多年了 还有联系啊 那你帮我 跟他说一声恭喜 怎么了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说我们曾经也是同学 现在知道他过得挺好的 我挺幸亏的 好 时间不早了 我下周还要出差 还得回趟公司呢 这 这么晚了你还要回公司啊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都不在家里住一晚 对阿姨会生气的 没有办法 这一次实在是来不及了 行 那你先走吧 我再去跟小麦布奶奶聊一会儿 对 路上注意安全啊 有时间了我请你吃饭 嗯 再见小俊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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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你要好好保管 以后如果有女生跟你表白 你就把这张照片拿给他们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军 你来了 李总 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咱们旅行社 第一位签约私人游的客户 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导游 这几天就由他来为您提供服务 大途 你们认识啊 不太书 李总 定金我已经付了 合同我也签好了 您看看还有什么关系吗 陆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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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十一 那两个字念十一 三个字你念错两个 怪不得我今天出门右眼睛一直跳 原来是你来我们办来了 我现在就拿去改账 那关于旅程的相关要求呢 您可以直接和夏导游接洽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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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招待啊 你回来了 看来夏小姐的工作真是找对了 从老板到职员的文化水平都差不多 你怎么不说 是你的名字太过生僻了呢 这就是夏导游平时在工作中对待客户的态度是吗 说说吧 怎么安排 聊聊正事吧 陆先生 从小在江珠长大 不知道我能为您提供什么服务呢 是这样的啊 我呢打算跟我女朋友求婚 所以彻底定制了这一段浪漫之旅 这次的行程呢 就由夏导游你带我于心采点 后面麻烦你了 夏导游 不好意思啊 陆先生 您所要求的浪漫旅程 我没有办法实现 我可以推荐我的同事 他专门负责新婚夫妇的 和我合作上签的指定导游就是夏小姐你啊 请陆先生相信我的专业判断 如果您需要的话 我可以把他叫过来 我可以把他叫过来 既然夏导游十一要这么做的话 我也没办法 这个时间你们李总应该已经盖好章了 我直接找他聊伟业军的问题就好了 再见 陆十一 明天早上七点 准时在我家楼下接我 不然后果自负我 我家住哪儿不用告诉你吧 这是我们江州市有名的旅游景点 这是我们江州市有名的旅游景点 一壁万青的室内湖 翻眼望去 优美的自然景观 和丰富的周边景观 共同付出 这就是你们公司的王牌水平啊 我看你的业务能力也不过如此啊 你们是怎么好意思收那么多钱呢 你什么意思啊 能不能不要这么阴阳怪气的 陆先生 如果您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随时提 当然不满意 既然是私人定制 那就要根据客户的需要 来灵活激动的安排 你什么意思啊 这些地方你都要去吗 多看看比较比较才能知道 哪条旅路线更适合我女朋友啊 你还要去云海 这地方你不是去过吗 就当是怀旧游翁 让我女朋友多了解一下我的过去 不挺好的吗 对不起啊 刘先生 这次行程我们时间有限 这些地方都没有办法去了 所以我才花钱请你们来啊 你请谁都没法去 是吗 是 是 好吧 那咱们继续啊 这周围有五十多处公园景点 我们所处的这一处 是附近最有名的一处 你可以看到对面有一些山 还有这些酒店什么的 还有那些亭子 喂 李总 你们公司姓夏的那个导游 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陆师爷 不要 跟上去云海 和我说说话 为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我建议你还是和我说说话吧 我这一路开到云海路途遥远 本身就很容易反馈 我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真的是有点困了 说什么 没想 你 你现在的女朋友还是沈多吗 夏导游 你们老板怎么教你啊 不知道不能随便打听客户的隐私吗 还有啊 我没有和别的女人 谈论我女朋友的习惯 放上别的话题 要不你给我唱首歌吧 我不会 夏导游 让客户满意 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吧 唱 让我们到 停停停停停 我再换一首 陆十一 你有完没完 这首歌它不适合独唱 它适合合唱 要不你就唱那个 大学比赛时那首歌吧 我觉得你那首歌唱还行 唱啊 要不然 不然 编写 我和你 我和你 你是 的 有 我和你 你的那一天起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地爱上你 没有理由 没有原因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地爱上你 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又怎会让无尽的夜 爱我度过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又怎会让我画的手 在风中颤抖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地爱上你 在黑夜里 倾听你的声 到了呀 你为什么不寒醒我 你打呼噜的声音太吵了 夏导游 你放 陆先生 我睡觉从来不打呼噜 下车吧夏导游 这儿发展真好啊 变化太大了 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记得当年你带我们来的时候 这儿还是一片野沙滩呢 现在开发的这么好 这么看来 当年的你还是很有发现 美景眼光的嘛 也不知道谁刚才说 我的专业能力不够如此 行嘛 带路吧夏导游 好舒服啊 还记得高中毕业那年 你弄丢了我们所有人的钱 搬了那边一整座山 才到了那边的海滩 花钱来就是不一样啊 陆十一 在这件事情上 你没有资格说什么 当年你的钱没有给我 所以我没有弄丢你的钱 夏导 你来看 你看见那边的海滩了吗 你说如果我在那上面 铺满贝壳摆出新型 或者是做出爱爱你情人 你觉得我的女朋友 应该是你喜欢吗 你去问你女朋友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 可是你们女孩子 不都喜欢看那些什么 浪漫言情小说吗 里面的霸道总裁 不都是这么求婚的吗 而且海滩这个地方 本身就充满了神秘感 我觉得这里制造浪漫惊喜 肯定错误了 随便啊 您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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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让我挑一个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嗯 做 糖糖糖 这看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 好好看啊 这不把贾真的难看 但挺适合你的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 bringing up 饶 贝壳发假 你哪儿来的 废话 当然是买的 就叫大吐 重新帮我买一个 老板 麻烦您帮我把这张手链包起来 包漂亮一年 谢谢 帅哥眼光真好 十块 那当然了 我可是送给我女朋友的 陆十一 你明明看中这条手链 为什么还要让我帮你挑啊 我突然想起来 我女朋友不太喜欢 戴着这种贝壳发假 还是这种手链比较适合 你觉得呢 你走这么快干吗 时间紧急 我只是想要尽快 帮你做好规划而已 你说得也对 我一定要给我女朋友 举办一个最浪漫的求婚仪式 所以 拜托你了 这是我的工作 没什么拜托不拜托的 求婚之后 我要在这里放一场 绚丽的烟花 她一定会喜欢的 好 你放 好 你们俩开心就行 你干嘛 拍照啊 拍呗 你不是要拍吗 你能不能让开 我要给我女朋友拍大海的照片 谢谢 谢谢 这张好看 这个角度好 我简直就是大师 天呐 你拍够了没有啊 能不能不要打扰我创作 好吗 行 您好好拍 您多拍一点 陆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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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 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里住一晚 你提前怎么不早说你 你不是专业的导游吗 这种事情还需要问吗 之前你带我们来云海的时候 不也在这边住过一晚吗 不然怎么就要怀旧之游啊 对不对 我什么东西都没带 我怎么住啊我 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你带 都给你安排好了 一会儿会有人给你送过来 你要睡楼上还是睡楼下 爬楼梯太累了 我睡楼下吧 你在楼上安静一点啊 不要打扰我休息 你 我睡觉了 你会睡觉 我睡觉了 你还在睡觉 这种东西 我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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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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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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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早 下小局 你没事下让让什么呀 公共场合 能不能安静点 我找你当然是有事啊 赶紧下来吃饭 不然我上去揪你啊 你让我下去我就下去 我多没面子 有本事你上来啊 你下来 你上来 我让你下来 你下来 你上来 你敢下来吗 你敢上来吗 你敢上来吗你 你上来 你上来 好了好了别闹了 快点下来 快快快快 谢谢 先生您好 您的请主套餐急了 服务员 请帮我拿一下菜单 好的小姐 请稍等 怎么我点得不满意啊 我现在喜欢吃素 喜欢吃肉了那么多年 怎么可能说变就变 你不会是在减肥吧 你都已经这么瘦了 不需要减肥 这家牛排味道很不错的 尝一尝 看着我干什么 一会儿凉了 陆十一 你什么意思啊 你都有女朋友的人了 你还跟别人一起吃情侣套餐 你是不是不知道 分寸两个字怎么写啊 下小局我们是误会什么了吗 我们这次来 本身不就是踩点浪漫求婚之路的吗 这次的情侣套餐 最多也就是试试菜 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陆十一 我不伺候你 你爱给谁打电话 就给谁打电话 大不了我辞职不干 维艰我赔给你 你这单子我不接了 再见 小局 下小局 下小局 你给我解释一下 下小局 你明明有女朋友还跟我玩暧昧 公奶奶我不吃你这一套 小局你听我解释 我封锁 我干 我 小小局 我不会游泳 不要闹 我不会游泳 我不会游泳 我 不 我 十一 有什么事啊 十一 十一 不 不 不帮忙啊 快 没事吧 十一 给我 快去叫人啊 百二零了 快点 十一 十一 你醒醒 十一 别吓唬我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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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kalo 我 您 discovered 对 离见 标字 真 让 ова 只是 authority 把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